原警們將過磅用的感應面板 仔細地排列整齊 準備用來測量砂石車的載重量 這裡是水里鄉中山路 由於來往的砂石車 造成當地居民空氣污染 與噪音的問題 再加上超速與超載的違規情形 時常發生 導致民眾不堪其擾 交通警察隊組長吳子正也表示 目前水里鄉核斷 暫停數據作業 砂石車以載運加工成品出貨為主 造成粉塵飛揚情況較少 因此目前取締勤務 將正對覆蓋防塵網及完整性 超載、駕駛資格等重點 加強稽查取締 並勸導砂石車行駛市區時 應規定減速慢行 維護交通安全 降低對民眾及環境的影響 這邊因為水里這邊的民眾反應 砂石車數量很大 影響他們大家的生活 對於空氣、環保、噪音 所以希望我們能夠來做取締 其實我們極極分局也很認真在做 可能警力也比較不夠 今天我們就專程排了六個人 在極極分局 在這個水里鄉這邊來做取締 我們針對砂石車的防塵網 他們有滲漏 然後他的超載 司機的資格等等 然後會順便跟他告誡一下 就要開慢一點 這邊限速50 你開快大家會覺得很壓迫 一方面來讓我們的交通安全能夠增進 一方面讓民眾的生活能夠回歸到平靜 交通警察隊副隊長陳志鵬也表示 台16線及台3線是砂石車重點取締路段 及其分局針對該路段 平時就有排定常態勤務執行取締 而台16線0K到11K處原本是進行路段 最新由於永新橋下砂石車變道 由於蘇敵樂颱風侵襲遭沖毀 今次合取申請 以規定開放中山路提供砂石車通行 交通隊為了維護台16線 交通及環境品質 特別排定機動取締砂石車請務 強化取締請務密度 克制回歸砂石車 造成交通及環境的危害 未來將等變道完工後 再試實際情況調整請務重點 再試試試試試試試看